第2267集 拯救生命之拳 是啊 楚阳坦坦首道 不过我一直都将之当作生命之拳来使用 功效也就差不多罢了 没发现太多的区别 就在这一刻 在此地声明全员守护的一干精灵们 很整齐划一的幸福的晕了过去 纯粹的集体行为 我的天哪 生灵之拳 我一定是在做梦吧 这么好的事 怎么会不是在做梦呢 就算是在做梦 也让我晚点再醒过来吧 剑神等五兄弟 也是兴奋的几乎晕眩 结结巴巴的说道 是 是 这样的 对对对 圣灵之拳呢 乃是 向来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物啊 等于就是生命母拳 它从来就没有以食物的形态出现过呀 您 您 这 结结巴巴的 居然又要咳嗽起来 实在是很失态啊 两久两久之后 这才沉淀心神 陈一生说道 一旦有圣灵之拳出现 普天之下 所有的圣灵之拳 会在同一时间 停止生命的 而 圣灵之拳 就本身 效力而言 却是只比一般的生命之拳 不过烧圣而已 但它却是一眼可以自行成长进化的神拳啊 这种进化 没有人会知道最终达到什么地步 只知道 它的初期泉名 应该叫 圣鸡泉水 泉水中只是充满了 勃勃圣鸡 对 就是这个名字 楚阳点头 然后 通过逐步的吸取 天才地宝 在某个特定的空间里面 才会成长为 圣灵泉水 然后再进一步 才是生命之拳 当泉水在一片绿雾中 出现金色斑点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 已经成了圣灵之拳了 剑神忐忑地看着楚阳 陛下 您的圣灵之拳 现在是 跟你说的不大一样 现在看起来 固然还是一片绿色 可已经很淡了 在很甜静的绿色氛围中 隐隐地有七彩色德 不断跳跃 并不完全是金色呀 楚阳皱着眉 前段时间 确实是有金色斑点出现的 但是现在 已经成了七彩了 这不是什么坏事吧 扑冲一声 剑神等精灵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随即竟然一把 就抱住了楚阳的大腿 陛下 陛下 以精灵剑神 百多万年的时间魔力 此刻居然是语不成声 完全失态了 还不光是他呢 其他诸如 力神等精灵 也都浑身哆嗦 哪里还有传说中 精灵的高傲气度 密地之内 所有精灵 尽数五体投地地跪在地上 所有人 都是激动得 如同马上就要爆裂一般 居然是天圣灵泉 居然已经进化到了天圣灵泉的地步了 一个精灵呻吟着 楚阳皱皱眉头 缓缓走到精灵之泉的泉口 俯身向下看去 随即就是疑的一声 诶 这不是一点都没有了吗 整个井口绿雾阴云 宛如凝成食指一般 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到一尺之下的光景 可楚阳现在是何等修为 一眼就看穿了绿雾 直达井底 剑神等人脸上露出了苦涩的表情 是的 确实是已经近乎完全干涸了 自己等人走出精灵之森 要去决战天魔的时候 精灵之泉最下面 还有那么一点点井底 可现在就只剩下井底的泥土 还是湿润的 至于泉水 那是一滴都没有了 如果没有精灵女皇在线 精灵黄印的虫具 还有楚阳的到来 至多百年之间 九冲天阙这片天空之下 不会再有精灵族 请陛下 出手 所有精灵整齐地跪在地上 泪流满面 此情此景 微微壮观 却又让人无比心酸 楚阳叹了口气 正要取出生命之拳 突然间 又有些犹豫 转头问道 这个 那个我在这里制造了新的生命之拳 我自己这眼生命之拳 不会就此消失吧 至少在九冲天大陆 我兄弟那里的生命之拳 不会消失吧 不会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 您所拥有的 那是天圣灵权 也就是生命母权 已经超脱了生命之拳原有的范畴 虽然在行程之初 会吸收所有生命之拳的力量 可一旦行程之后 却可以随时随地 在每个曾经存在过生命之拳的泉眼中 再度酿造出生命之水了 而且永远不会枯竭的 对 这正是天圣灵权最大的作用所在 而且传说中 被天圣灵权重新滋养过的生命之拳 会超出原本一片天空之下 就只得一眼泉水的限制 拥有这种泉水的精灵族 将会永远繁荣盛 永生永世 也没有衰落的一天 因为 那已经代表了 天地的认可 当然 也需要精灵族 不能为非作歹 道行逆施 否则良心有愧 天地可见 天地自然会收回这精灵一族的命运保障的 真正永恒的办法呢 就是 问心无愧 痴心永久啊 简神解释得很详细 楚阳这才放下心来 哦 那这样挺好啊 我自己的眼泉水就算真的没了 倒也没什么 我最担心的就是我那位兄弟 要是他发现他那里的生命之拳突然没了 肯定过来找我拼命啊 莫清武等人想起魏公子的性情 不由得 尽都是玩耳一笑 一旦没了 魏公子找楚阳拼命 那是完全做得出来的 在众多精灵族人瞩目之下 楚阳的身子徐徐飘升 然后半空之中 乍见光芒一闪 楚阳的九节剑出现在手里 然后楚阳就引动了在九节空间中的天圣灵全 一阵留意着七彩的光滑 在九节剑剑尖处徐徐呈现 随即一滴滴的水珠夹杂着七彩光芒 缓缓滴落 整个空间里突然间七彩冰森星光璀璨 如同最美丽的梦境一样 剑身等所有精灵眼见如此神迹 竟都同时跪倒在地 热泪盈眶 以最虔诚的方式祈祷着 恨不得沉浸在这个美妙的梦中 再也不醒过来 半空中早就遮蔽了天空的茂密枝叶 似乎在这一刻变得透明 又恍如消失了 此刻外界分明应该是大白天 但天际的曙光却半点也看不到 反而是柔美的月色 盈盈地照射下来 日月也在这一刻颠倒 空中的月亮大如圆盘 就像悬在众人头顶 仿若触手可及 看 看哪 月神也在前程祝福我们 祝福精灵一族呢 精灵之森中 所有精灵在这一刻都安静地跪拜 殴割着眼前置为神圣的境况 无数前程纯净到极点的念力 愿力 自精灵之森之中 缓缓升起 融进了天地间最纯 最美 最真挚的月色中 光照大地 要变乾坤 如此纯净的念力 愿力 反馈到月亮上 而月亮 也更显纯净明亮 无形的力量 从浩瀚的天空 无神无息 却又澎湃汹涌 奔流而下 无数至真至唇的月花之力 倾泻进入 现在正在往生命之泉中 注入泉水的楚阳的身上 楚阳静静地站在半空 这一刻 月花在她的身周留意 仿若是笼罩上了一层圣洁的光圈 柔和地在她的身侧悬浮着 这一刻 墨清吴 紫邪情等人 看着爱郎 目光中都充满了谜嘴 这就是我的夫君 我最心爱的男人 此刻 他就像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指 在创造着 天地间最伟大的奇迹 亿万生灵为他俯首 三千世界 静寂无声 唯有一缕七彩水线 自九阶剑剑尖 倾泻而出 缓缓注入生命之泉的泉沿之中 原本已经干涸殆尽 已经清吐出了最后一点 生命源泉的泉沿 突然间 竟像颈喷一样 开始向外喷涌绿色雾气 雾气中带着星星点点的璀璨光芒 咕嘟嘟的不断的冒出来 时间不长 整个精灵米境就被这迷离绿雾尽数笼罩 众人如同在绿色的云雾中再沉再浮 近在眼前的人 在这一刻 也觉得 飘渺在云端 遥不可及 一如咫尺天涯 花花的流水声 在这一刻 就仿佛是最美妙的音乐 让所有精灵热泪盈眶 怎么都听不够 逐渐的 所有精灵 都能清晰的感觉到 精灵之泉里面 已经开始篡动着 叮咚叮咚的回声 这代表着 精灵之泉已经开始复苏 开始恢复生命源泉的脉动 不再吞噬生命之泉的泉水 转而开始住存 只要储存到一定的数量 生命之泉 就会从根本上 再度焕发升级 所有精灵 还来不及欢呼 就见到天空中的 新晋的精灵黄大人 额头之上光芒一闪 精灵黄印 突然间离体而出 在楚阳额头之前 三尺之处 悬空漂浮 缓缓盘旋 每盘旋一周 就发射出一道 绿蒙蒙的光线 九阶剑光芒闪烁之中 突然间射出一道 足有水桶那么粗的 浑原的天圣灵泉 七彩水珠 在所有精灵的注视中 惊喜到了 晕厥的木凳口袋中 汹涌澎湃的 进入了生命之泉的泉眼之中 轰隆隆 轰隆隆 精灵之泉的绿色云雾 在这一刻轰的一声 冲天而起 竟自弥漫了整片大地苍穹 整片精灵之森 尽数的被其包裹在里面 无数的生命气息 生命脉动 席卷了整个森林 整个精灵之森中的所有花草树木 在这一刻就如同是吃了神丹妙药一般 极尽疯狂的生长 原本许多已经停止生长的老树 在这个刹那 竟然再度焕发新芽 更在眨眼之后迎风摇曳 树身也开始逐渐加粗 在空地上 无数嫩绿的芽子 也在争先恐后的破土而出 迎风生长 只是一弹纸的光景 就长到了一人多高 然后抽枝长叶 然后继续拔高 就变成了一棵成年大树 一万精灵经见如此神迹 欢声雷动 奔走向高 再歌再舞欢呼雀跃 整个精灵之森 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第2267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